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要尝一下姿势了 好了 快点 1 2 3 这是可爱吗 好了 我们的3号 这里是3号玩家孙一航 好了 1 2 3 好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4号 Hello 大家好 我是文小狗 又跟大家见面了 文小狗可 可爱三连拍 1 1 1 不用了 我们这个还是交给帅的人来 对吧 我们就算了 好啊 老年人 不要不要不要 大家同不同意 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 快点 来 1 2 3 好的 接下来是我旁边的5号 大家好 我是方长睿 来到这里呢 加油 1 2 3 好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6号 大家好 我是十一 1 2 2 3 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的7号 大家好 我是李沫 来自一安音乐社 今天听说要可爱三连拍 那我就来个可爱三连拍 1 2 3 谢谢大家 好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8号 大家好 我是 傲娇的《物想可爱三连拍》的展一文 1 1 2 哈哈 说好 说好的 说好傲娇呢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9号 Hello 大家好 我是慕子 我又来了 那个今天先说明啊 如果我又拿到狼人 我就自爆 5号 5号 好 来三连拍 好的 1 2 天哪路 3 抄袭 没有 是他先把我的用了 我本来要怎么抄着 只有我是1 2 3 但是脑子突然短路了 我本来是1 2 3 我本来是1 2 3 等一下 等一下 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这儿 10号 大表哥 大家好 我是大表哥 我很慌啊 但我这也没啥姿势了吧 我说随便吧 1 2 好了 好了 放过你了 我希望就是刚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 大家别误会 其实我们是狼人TribleQ 是一道游戏类的综艺节目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会用一个小小的短片 几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游戏的规则 请看VCR 狼人杀的规则很简单 选手根据自己的身份牌 分为民和狼两个阵营 狼人每晚可以杀死一个村民 等到把所有村民或神民都杀死了 狼人就获胜了 村民是好人 所以晚上不能杀人 只能在白天大家举手表决 找出狼人并处死 杀死所有狼人 村民就获胜了 为了弥补村民不能杀人的遗憾 他们中间有一些有特异功能的神民 女巫 在陈局中分别有一次机会 可以杀死和救活一个人 机会宝贵 千万别救错咯 猎人 猎人平时跟普通村民没啥区别 但是当他死的时候 可以开枪杀死一个指定的人 这正是死也要拖一个垫背的 寓言家 这个就厉害了 寓言家每晚可以验证一个人 是狼还是民 当然 验出来以后 别人是不是相信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后还需要隆重介绍一个重要身份 就是警长 之前 不管你是民是狼 都是天注定 但这个身份就不同了 大家可以自由争取 用自己的美貌智慧与才华 让大家都选你做警长吧 这样你不但可以决定发言顺序 最后还比其他人多出半个投票权哦 是不是很厉害很逆天呢 可是注意千万不要让狼当上了警长 不然很容易就全村死光光了 以上就是狼人杀的基本规则 怎么样 是不是简单明了又很刺激 哦 好 好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狼人去不去的直播现场 大家看到了我手上拿的呢 就是我们这一期要送给大家的奖品 来自我们日本原装进口的耳机 也是我们英安音乐社的同款了 那么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我们这个游戏王的评选 仍在继续 那么本期游戏 狼人获胜会获得两个积分 那么平民获胜会获得一个积分 整季下来也会评选一个游戏王 会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 大大惊喜 那我们闲话少叙了 我们有请我们的道具哥 送上我们的身份牌 我们第一轮的这个游戏呢 第一轮的游戏啊 是采用这个上帝视角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们首先的 各位选手的一个反馈 那么也算是一个热身 因为第二局 等一下我紧回掉了 这不是紧回这个游戏王 哦 游戏王 拜托我们这是直播好吗 好了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你们将会有三秒钟的时间 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所以好像你表现很奇怪 三 二 不要手当我啊 一 我刚才只能睡一觉了 不要手当我 大家都确认好自己的身份了吧 对对对 跟我说 游不读我 我就生气 好了 接下来我们游戏正式开始 比赛规则 你们也别忘记了 天黑 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狼人姓立言 预言家姓睁眼 预言家姓燕人 昨晚你验的人是 预言家姓闭眼 女巫请睁眼 狼人姓姓 昨晚死的是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猎人请闭眼 天亮了 接下来我们紧接着 就进入我们的 警长竞选环节 只要上井的小伙伴 举手之意告诉我 1 2 OK 这里这里这里 8号 128 好 接下来从1号开始发言 我这次拿到的是一个 名其名以上的牌 是一个渊家 昨天晚上我验的是4号 他是一个好人 然后后面几位竞选警长的 如果说是渊家的话 那你就是一匹狼 我心里有数的 好 过 好的 接下来2号 那你就说我是狼了 不是你是谁 不能聊天的 不能聊天的 对话不能进行对话 昨天我验了5号 他是好人 然后第二轮 假如你们第一轮 假如不投我的话 就是其实可以投给8号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不是你 对 你是7 不是你 就是可以投给8号 因为我觉得 我是这样觉得 因为上期 上期你们都不相信我 会觉得 其实可以给另外一个人接受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渊炎家这个角色 其实是指引好人走向胜利的 所以其实可以不用给 我是第二个委员 发言完毕 对 好 接着8号 8号玩家这里一个村民牌 就是1号和2号都跳了渊炎家 然后在我这边两个渊炎家 我更倾向于那个1号一点 因为2号聊那么多 然后也就一句话 他的精髓是5号 然后呢1号的精髓是4号 然后就看他们两个怎么发言吧 反正只是不想投像 然后上来发个疑言 怕我又被守到了 是吧 就这样 好的 发言完毕之后 我们来锦下的小伙伴考虑一下 这枚锦灰你们要放到谁的手上 三秒钟考虑之后告诉我 三 二 一 好 12PK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将再一次12PK 听我们的1号和2号再来说一轮 从2号开始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对 你们可以投我也可以不投我 反正我觉得 我不太就是怎么说呢 就我觉得这个锦灰 对于别的预言家来说很重要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不要这个锦灰 我也可以带大家走 对 其实可以把这个锦灰给撕了我觉得 好的 接下来 我们的1号 我是个真正的预言家 如果你们把这个票投给2号的话 那就说明狼就更有胜算 你们投给我的话 我是个预言家 我每天晚上验人 可以第二天告诉你们 好 发言完毕 对 好 现在我们锦下的小伙伴 再考虑一阵三秒钟之后告诉我 三 三 二 一 好 恭喜我们的2号获得锦灰 来 给你成立的 谢谢 好 接下来的时间我将告诉大家 经过昨天晚上一夜 没有任何伤亡是平安夜 谢谢 接着就请我们的警长 选择你的左边或右边 开始发言 我选择右边 好 1号 这一局肯定是没什么发现了 就是 唯一发现就是 我肯定 我就是个预言家 但是你们没有投我 我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是个预言家 你们都没有投我 我有心里有点想失望 我还真的就没有什么发现 就是我敢肯定 2号肯定是一个牢 就这样 好 过 好 10号 我就解释一下 我警上两轮 为什么上票给1号 因为我觉得2号 你对警长警徽的欲望不强 所以我上票给了1号 然后我在我这里边 我给8号举个水报 因为我觉得他刚才上警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 他是看到只有一二上警 他想了很久之后 他才上警的 所以我觉得你这张牌 身份不做好 然后你警上 我觉得你说站边的时候 也想了很久 就你可能在想 我是帮我狼同伴号票呢 还是说我去打盗勾 我觉得你在思考 所以你发言很慢 然后10号 这里是张平民牌就过了 好 9号玩家 开始之前我就说了 如果今天我拿到狼人牌的话 立马就自报了 现在我没有报 证明我是一个好人 你是个好单纯啊 我一直都很单纯的好吗 不要对话 但是就是刚才第一把 我投给了1号 因为我觉得 他讲的还是蛮政治的 但是第二把的时候 我就没有投 因为我觉得 两个人虽然说 都有自己的道理 但是逻辑上 我还是有一点 不太能征服我吧 反正先说这么多吧 反正我是好人 逛 好的 8号玩家 发言 8号玩家这里女巫牌 4号玩家 你是我的饮水 昨天晚上我把你捞起来了 就说这么多 然后10号玩家 你说我是在思考 我这样说 我一个女巫牌 你打不动我 你怼不动我的 就这样 我现在是战边1号的 因为2号玩家 他拿警惠的欲望不强 预言家是肯定要拿警惠的 但是他说他是预言家 他是又不要警惠 什么意思 所以他就是狼汉跳预言家 因为他叫狼才不想 不希望警惠落到 真预言家手里 然后要么就没有 要么就不要 要么就不要给预言家 就这么简单 狼的思维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2号 在我这两面比较大一点 就这样过 好 7号玩家 好 昨天晚上 展英文你投的是几号 1号 好 现在局势就是 现在2号是大家公认的 预言家 1号 现在只有10号在挺他 所以 现在我觉得 我一个平民的感觉的话 1号和10号是连在一起的 要么 我也是投的1号 都是好 1号 我跟1号也在面子 哎 刚刚说了啊 没有对话的 那你也投了1号 所以 10号 8号和1号 我觉得这三个人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警惠又给了2号 所以1号 觉得就可能是狼 所以现在这个局势 狼的话 我暂且 到我认为是10号 8号和1号 然后呢 就说这么多吧 发言完毕 但是他又说他是 哦 对你不是 对不起对不起 你是女巫 你是女巫 对不起对不起 我都想问你想吃毒吗 可以啊 哈哈 下 发言完毕 嗯 好6号 6号玩家发言 我们 就是一个村民牌 我投的是2号 是因为 怎么说就是 1号感觉他的发言太那个 太有气无力了 我都听不见什么 所以我现在还有点混乱 我听那 那两个 语言家再说吧 发言完毕 好的5号玩家 1号他上检的时候 他的发言有一点 没有那么坚定 然后2号的话 也是有一副那种 无所谓的样子 然后 8号旅屋 可能也 可能也是一个狼人 我说可能也是个狼人 他可能是出来把旅屋的身份 给炸出来了 然后也可能他是真的旅屋 然后昨天 谁给我的 那个好人 就是谁查了我 1号是吧 1号查了我 我觉得是个好人 我是个平民 但是这个也可能是他自己猜出来的 就直接知道我是平民 但是 2号查的是 2号查的是什么 2号查的是我 然后1号查的是 4号 4号 然后刘又说昨天4号死了 不捞起来的话 那可能 4号不是狼人 等一下我好像蒙了 算了 下一个吧 好的 有请我们的4号 不蒙啊不蒙 就是 就是他狼人肯定跟你不共边 对吧 如果1号是狼的话 他为什么可以给你发精水呢 而2号是狼的话 为什么可以给你发精水呢 因为你不在他的狼团队里面 对吧 你是外面的人 那么他清楚的知道你是个好人 他不需要知道你是平民还是神 他只需要知道你是个好人 因为上帝给的手势是 好人坏人 不会说这个是神 这个是民 所以说你不用管 这把的话 2号应该 2号是一张预言家牌 因为1号 发我这张精水牌有点牵抢 有点牵抢 就是我一般不接精水的 给我发精水的人呢 一般都是狼 因为找不到人来发这张精水牌 或者不想给狼同伴发查 又不赶快作为发查杀 发到猎人或者女巫容易死 所以一般都会给比较会玩的发精水牌 这是一个潜意识的行为 那我觉得1号牌像这个潜意识的行为 因为我玩过特别特别多吧 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你 好吧 我是你的精水牌 我现在反水 好吧 我站2号的边 我站2号的边 因为其实2号不想拿预言家 是因为上周 周五的时候我们玩了那一局 最后一局我们刚刚还讨论到 我们一过来就讨论到那一局 他们都觉得那一局特别好玩 结果那一局发挥的也没那么好 因为我也有聊得不好的地方 对吧 所以他可能落落还想着 我那一集是个预言家 然后大家都不信我 所以对这个景规的渴求度就没那么高 所以没事 都过了一个星期了 刚刚虽然聊了一下 但是也不要往心里去 我认你这个预言家牌 好吧 上一周没办法 我的底牌是狼人 我们不能牵起小手 这个星期呢 对吧 我们牵起小手 勾肩搭背拍拍屁股 打死这个狼人牌 你们先把这张1号牌出了 先把1号牌出了 然后你验一下这张6号牌 你验一下这张6号牌 6号牌这个状态有点像那个 像1号牌 像林佳浩以前打影狼那个状态 就是上个周和上上个周 都有打影狼的局 对吧 6号牌有点像 这一集特别像 我看他很怂 很隐晦 他讲话的时候 总想闪避一些东西 对吧 那么多摄像机对着你 直播啊 躲不了的好不好 那你验一下这张6号牌 好吧 其他人我觉得 可能有站错编的比较多 牛 相信你的饮水 好吧 我是1号的金水 你认1号议员家 我的身份比他还高 因为他验我是好人 明白吗 他还不一定知道是真假的 那你信他 我是真金水吧 对吧 你不信他 那我也是你的饮水吧 我是金银花露水啊 相信我 好不好 不要在1号的边 我们先起小手 把1号先出了 2号玩家今天验6号牌 我这里呢 是一张平民牌 好吧 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波发言 能不能感动你们 另外一个栏 我是没找到 我现在就觉得1号跟6号有点奇怪 好吧 其他人的话呢 10号我觉得也有点奇怪 但是10号今天情绪比较低落 可能昨晚上没睡好是不是 没关系好吧 今天先出这张1号牌 等你验6号牌 然后我们再来盘 我应该不会再吃一刀吧 还有就是 方向为你不用去管8号牌 是不是真女巫 他要是假的 女巫也不用跳出来 晚上一瓶毒就往头上撒 是不是 晚上见真章 是不是 他要是真女巫的话 狼人刀了他 我们预言家还活着 刀了预言家他还活着 女巫 他自己是女巫嘛 不能读自己吧 所以说不用去判定他的身份 好吧 站在2号的边出1号 过 好 3号玩家 3号玩家这里是一张平民牌 我这里觉得 8号旅游牌我是信他的 但是我总觉得他这个 以我的视角来看 他这个旅游牌 感觉像是被炸出来的 就是 怎么说呢 感觉像是被10号玩家 所炸出来的一个旅屋 好 就说这么多 过 怎么突然语气这么低呢 好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2号 其实我今天是想念10号的 因为10号力挺1号嘛 因为他跟我说对 我 我是预言家他肯定是狼人 所以我今天晚上是想念10号 但我听了小谷哥的意见 我觉得对 6号也有点嫌疑 那我就今天晚上念6号 然后假如6号是狼人的话 就我们第二天到他嘛 假如不是的话 就10号 应该80%可能是10号 我就到时候就念10号嘛 是吧 对 我想听一下1号发言 1号没有了 已经发言完了 对 好 接下来的时间 考虑一下 狼人到底是谁 你认为 然后举手示意告诉我 3 2 1 好 1号玩家 请灭掉你前方的灯 有什么想说的 你们就这样把一个预言家 给票掉了 好 好 那我们的游戏继续 天黑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定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确定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确定要攻击的对象 是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 请验人 预言家 今晚你验的人是 预言家 请闭眼 女巫 女巫 请睁眼 请问是用毒药吗 是 请准备用毒药吗 女巫请闭眼 天亮了 第二晚我们的九号玩家 离开游戏 没有一眼 请灭掉你 先放个灯 请警长选择 发言顺序 9号的左边还是右边 这边 好 我们的8号 很奇怪 他狼人不来盗里 这个2号预言家 也不来盗我这个8号女巫 他去盗一个2 2那个一看就是平民走的 如果是狸 我没用读 如果是狸人 他可以开枪的 他一个平民走的 预言家还在 女巫还在 我搞不懂 为什么狼人要这么玩 他们打了什么花瓣子 就说现在2号 我有得怀疑你身份 就算今天白天 我把你归不出去 我晚上毒死你 就这么说 过 好 起好 完了 脑子真的短路了 听刚才 8号发言 他又开始怀疑医员家 但是你想一想 8号 场上只有两个愿家在对跳 那如果这个愿家死了 谁给我们来源信息呢 但是我觉得10号是有可疑 反正我一直是怀疑10号的 10号他刚才一直在请那个 反正我觉得10号又可以 今天可以把10号给票了 然后6号今天马上毒死他 你可以这样做一下 所以我们这一局基本上不用虚 因为6号铁狼 对吧 坐实了吧 就这样过了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好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6号 我就是一个测诚 一个好人牌 为什么要 这么把毒药和票权 都浪费在我头上干嘛 对不对 过 好的 5号 我总有种感觉 有种感觉怎么 真的愿家好像死掉了 然后这个9号死了 我也没搞懂 我感觉可能狼人手抖了 还是什么的 可能杀错人了 但是这个确实看不懂 我们可以先听一下 警长愿家的发言吧 过了 这还不简单 让你们 就是让你们觉得 这个人是一张狼牌 对吧 想张一手 然后刀鸣的局 不刀神刀鸣 好吧 那你们刀鸣 那这样 我穿个猎人的衣服 好不好 猎人借衣服 来在我身上穿一穿 好给吧 那你们喜欢刀鸣的话 我神跳出来裸打 我这里猎人 那里女巫 这里预言家 你们刀鸣自己去刀 好吧 6号牌呢 不用去盘 6号牌 待会我们听预言家报 是金水或茶沙就可以 是茶沙我们就打飞 对吧 是金水呢 我们再盘 如果6号是金水的话 那么狼应该出在3号 7号 10号 三个人当中出两匹狼 3号 7号 10号 因为8号你是女巫 对吧 我这里是猎人 这个是我们2号预言家的金水 这个是铁号人 如果6号也是金水呢 那么1号是汉跳狼 那么370要出两狼 对吧 那我大概推荐你出这张3号牌 因为3号牌是跟风的发言 当然你也可以出那张7号牌 这个看你 好吧 如果你验的6号金水的话 那你就从3期里面顺着出 那如果你验6号茶沙 直接走6 OK吧 但是我看你选择这个发言顺序 应该是一张茶沙牌 因为你让这边先发言 比如说6号 在你特别前置位发言 所以有可能是一张茶沙牌 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是出6没毛病 我这里猎人 不要响了 不要被骗 狼人应该是刀鸣的局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不可能这样子打的 我这里猎人 借个衣服穿穿 过了 好 我们的3号玩家 我现在怎么感觉巨懵 就是 我怎么看就是 就是我也看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现在 就是先跟着警长走吧 好吧 2 4 发言完毕 好的 2号 这样我觉得就是7号不是说 我们就是我们投10 赌6吗 我觉得不用赌了 我们直接把那个6号给投掉就行了 因为6号我昨天晚上是查沙牌 然后10号的话 我觉得狼人这一轮应该是走的是打鸣的 因为我们三神还在嘛 所以他肯定是杀鸣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10号应该不会是老人 我觉得3号 反正今天我们先把6号投了吧 然后我今天晚 自播 有什么疑言吗 好 那我们游戏今天天黑玩家 天黑请闭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请闭眼 寓言家请睁眼 寓言家请宴仁 寓言家 今晚你宴的人是 寓言家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使用毒药吗 女巫请闭眼 天亮了 在 经过昨天一晚 我们的游戏进行到这里 我们10号玩家离开游戏 请灭掉你们的双方的灯 没有疑言 现在请警长确定发言顺序 还是死者的诱 我游戏上等于浪费了一瓶毒药 狼人到的时我也毒的时 那我现在身上没药了 那来盘一下吧 7号在我这儿是认定一个好人的 2号游戏家 4号是我银水 经营花露水嘛就是 然后 现在厂商一郎 只有3号了 只有3号里是摇摆不定的身份 2号游戏家 4号猎人 5号金水 这里是一个我认定的一个好人牌 我这里的女巫 就你一个没身份 这把 出三嘛 就这样 发言完毕 好 7号 其实我跟 虽然我是好人 但是我观点跟展英文不同 我怀疑是4号 为什么说4号呢 之前我跟他什么话也没有交流 他突然就开始 不是说会对啊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 总觉得4号 有点神奇的就是 他莫名其妙就抓了个 我觉得7号是个 狼人的那个身份 其实我就说聪明 什么技能有没有 我就怀疑4号 但是你们要投3号也没有问题 如果 还没死的话 下一把就把4给投出去吧 4 5 5 5 好 翻译完毕 好 5号 我觉得4号应该不是狼人 因为他一直帮着好人 而且他这边直接占了一个猎人的身份 都没有人跳出来跟他对峙 所以他肯定是一个好人牌 然后这个孙一航呢 应该要说孤拜了 因为他前两局 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这个发言权是滑水发言 然后这一局看到他的队友都死了 他已经有点方了 所以这局票了3以后 应该好人就已经赢了 然后过了 准备 扮演完毕 是吗 5号 4号 我怎么可能是猎人 我只是借猎人的衣服穿一穿 猎人是7号 对吧 他竟然这么明摆的嘴我了 7号买 那 那这个 精髓 那只能出山了呀 没坑了呀 我就是一个平民啊 对吧 我就是一个平民啊 你们只能出山了呀 出山就结束了 好吧 哎呀算了算了 我就是一个猎人 好吧 我就是一个猎人 不跟你们打电话套路了 免得你们算不过弯来 好吧 哎 不要把我想成狼人 好吧 我一直在帮你做事情的 我是你重视的小弟呀 是不是 出山号 啊 过了 发言完毕 发言完毕 好 三号 三号这里真的只是一张平民牌 怎么说呢 你看 这个 四号他开始也怼了我跟七号吧 我开始我说我巨猛 因为我确实没反应过来 他为什么要说我跟七号 但是你想一想 他只是八号的那个饮水 然后但是真的游演家 并没有验过他呀 然后他就说要跟真的游演家 牵起小手 那我就是不是可以认为 他就是要站对边呢 然后再就是打一个引囊的套路 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刀掉呢 对吧 发言完毕 好 我们的警长二号 这样吧 就是我现在是有点点怀疑四号 因为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就是狼帮我 就是有可能他是狼 就是因为就是帮我 然后让我信任他嘛 你昨天知道是谁 然后我昨天 昨天吗 我们要不就这样吧 他四号他刚刚是说是 他是那个蛮猎人是吧 这样的话 所以一件的是谁 然后我们三号 等一下稍微等我一下 三号他说 就是我们公认三号是狼 这样的话 我们就 要不这样 四号你说你是猎人 那我们就是投猎人 反正猎人把三号刀了嘛 这样的话就两个狼都 两个狼都判断了 对不对 其中有一个狼 然后昨天我验的是十号嘛 好 天黑 有什么话想说吗 没有 没有 好 天黑 闭眼 蛮好吃的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定你要攻击的对象 请确定你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请宴人 预言家 今晚你宴的人是 预言家 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请闭眼 天亮 昨晚五号玩家离开游戏 请灭掉灯 没有遗言 三号灯 现在请三号五号灭掉灯 由我们的警长确定发言顺序 五号的左边还是右边开始发言 五号的 右边吧 好 四号 那一号是预言家 对吧 一号是预言家 那就结束了嘛 因为你绝对是一张狼人牌了 对吧 我这里猎人 你要是一张预言家 八号是女巫 那你告诉我七号是什么 我们场上只有四个人了 对吧 那你告诉我七号是什么 你不应该通报的 我打不是 我本来想打 那你把刀过了 等一下啊 你这样做比赛 平民比神明正义获胜 恭喜他们 对 就咱俩全身战队了 就是一号 就是你已经不坚定了 一开始就应该到九号 好啦 其实我 我还觉得你是预言家 没有杀我 拿我这么一张问题 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一局比赛 挺玄乎的 挺玄乎的 对吧 哎呀 四号银水里在撤队 他撤队了 幸好你不自暴的话 应该是 哎 狼人上不停 应该先刀八二三 不是狗哥 那轮第二轮你咋没说 他们不可能不刀圆侠的 如果他说是圆侠 就所以说他应该就刀鸣了 因为他不可能 刀鸣得刀四脑 刀鸣他也没刀你啊 一样谁要是他们就 我是猎人 他是猎人 他是猎人 但是第二局第二晚的时候 你是猎人他连没跳 你咋不是猎人呢 那一轮你俩必然得死一个 如果刀一个米他就逼死了 你想想 三号三号自爆了 自爆了之后 他没有游戏没有结束 然后四号是猎人 你这是一个平民牌 然后我这里是一个女巫牌 那是二号什么 二号愿家 那游戏不就结束了吗 那二号游戏没结束 那二号什么 对 那你们怎么认为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教我们道主小哥 把你们的身份牌说上去 就这么正确 哎呀 应该先把八五 好了 我都没说我们的 我上几个都没说一句话 我们的三皮狼要接受我们的惩罚了 好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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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准备了 对不起临家 我还以为我们赢了 我的精髓都说 我是狼人 不咋办法 对啊 就是我们一号 一号游戏 所有人都在背叛我 我当场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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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有狼女巫跟着你的 狼女巫被我拉过来 站在狼坑里面 对啊 我第二轮还没说话 就自爆了 每个人基本上都在指 我觉得和乐乐的状态不错 他跳得也不错 我都快哭了 他发现没有任何漏洞 其实今天晚上我准备 我准备毒了 但是想了一下 但是你找不出他的漏洞 对啊 我找不出他的漏洞 就没毒 只能说他不死 就只有这个漏洞 我想了很久 他只会毒 就正常来说 你二八那轮必须得死一个 他不死你就踩他 我没死 好了 我踩了 我们上一轮游戏 就到此结束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进入我们这个 平民视角的环节 对啊 我太难了 那么我希望我们正在直播间 收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呢 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系统 一起来参与到我们这个 狼人的竞猜当中来 接下来的时间 有请我们的道具小哥 把这个身份牌发上来 没错 我弹一下 我发现啊 我们这个 狼人的这个比赛现场 是越来越精彩了啊 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看一眼发现问题 三 二 一 一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的游戏正式开始 天黑 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请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 请艳人 预言家 昨晚你验的人是 预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昨晚死的是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猎人 请睁眼 猎人 请闭眼 预言亮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请举手示意高 5号 8号 9号 10号 请您们 9号没上警 5号 8号 10号 是不是 3号你这个是 没有 我没上警 5号 8号 10号 对吧 好 现在请10号开始先发言 10号这里不是一张预言家牌 也就是5号 也就是5号和8号里面 必然有一张狼牌 有一张预言家牌 我希望你们两个都汗跳 这样的话肯定有一张狼 一张预言家 但是如果其中有一个狼 你觉得你怂了 那你不跳那更好 我们打怂狼局 我觉得那样更好 是吧 那就一个预言家 就新的预言家就好了 然后10号这里退水了 好的 8号 8号玩家发言 8号玩家全场唯一真预言家 昨天晚上翻牌查杀5号 翻牌查杀5号 就是这么种 没什么 然后警徽留 然后留一个那个10号 然后再 我不留10号 留9号 把我身边先摸清了 先留这个 然后再验这个 把我身边摸清了 然后再查其他的好吗 今天全妙给我打费这5号 5号起来喊跳吧 好 5号 我这里是全场真预言家 你们不要笑 我真的是预言家 昨天我查了7号 7号是查杀 8号也是查杀 8号不是 他8号他跟我对他 肯定是个铁狼 7号我昨天查林墨 他肯定也是不是铁狼 两棵铁狼已经给你们找到了 爱信不信好吧 今晚上如果死的是我 女巫爱救不救 反正我是全场第一把的真预言家 7号已经给你们找出来了 8号就跟我喊跳 也是一匹铁狼 两棵铁狼已经找出来了 最后一匹铁狼 对 就这样 发言完毕 对 好的 接下来我们没有上井的小伙伴 2来考虑一下井灰交到谁的手上 3秒钟之后告诉我答案 3 2 1 好 恭喜我们的5号获得井灰 洛洛来传递一下 好 开心地接受到井灰 我要告诉大家 昨天一晚是平安夜 接下来我们的井长确定发言顺序 你的左边还是右边开始 从我的左边 好 我们的6号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就是个平民 第一晚上让一个平民说话 我就说不了什么过了 好的 7号 我有点冤枉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 我为什么要投8号 而没有投5号 5号给我一个茶沙牌 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村民 你怎么给我茶沙牌 然后8号 他说他昨天验了谁是金水 就是验了5号 他是茶沙 没有对话 没有对话 主要说茶沙 然后他给我抛的是茶沙 我不是他茶沙 而我们俩都是 因为他是一个狼人 就是吗 发言完毕 好 8号 8号玩家发言 8号玩家这里 全场为一层预言家 5号是我的茶沙 就这样 你们把一个井灰 交给狼井 我也是没办法 然后井灰 我先把这边验了吧 虽然我打不出井灰 但是我还是要先验吧 我先把我身边摸牌了 我才能去打这5号吧 今天全票跟我把5号出了 就这么简单 过 好 9号玩家 老姐姐要废话了 就像我之前说的 如果拿到狼人牌 我一定会直接自爆 所以我是个好人 但是呢 不行 我脑容量已经完全不够用了 我看不太出来 你就是 你说8号特别地自信 铿锵有力在这边 头头是道 但是我觉得5号又有他的道理 好难过 好 10号玩家 10号玩家 刚才是上井的 但我心目中 真怨家也是5号 就是七八三 我这飙凉皮狼了 然后上一轮 唯一没投票的 我看那边就是 2号玩家没投票 我给你点压力 一会儿你聊一下 你的心路历程好吧 就别人都觉得 5号是怨家 然后你没投票 然后我这是一张 平民牌 过了 好 1号 我先说一下 看到展一文刚刚说对的话 我仿佛找到了 我刚刚上一集的影子 我的亲兄弟 跟我一个感想 但是我还是觉得 5号是真怨家 因为 因为刚刚就是说 谁是真怨家 只有7号 那个林默哥 他投的是8号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5号说的是对的 7号是皮狼 然后他是和8号 都是一伙的 所以7号才会投8号 先其他还是 什么都没看出来 下一个 过 好 2号玩家 我来接一下 那个十奥大表哥的话 就是他说 我为什么起票 就是因为这样的 我是一开始是 就相信5号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就是 之前就是很有力这样 就是他说我是预言家 这个我就是不否认 然后但是我听到他那句话 他说他查的是7号和8号 都是查杀牌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感觉不知道是他口误呢 还是就是真的是说漏嘴 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是不太确定 所以我不敢打包票 是5号还是8号 所以我就选择起票 对 发言完毕 对 尤其我们的3号 3号这里只是一个平民 但是我这里相信 5号是真原家 然后因为怎么说呢 从发言上来看的话 8号可能就是 可能逻辑还是要好一点 但是5号的状态就很好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真的原家 过 好 4号玩家 4号玩家上一把 没玩好 把我们一人家出了 4号玩家负金请罪 负金请罪 这一把呢 一定要带领好人走向胜利 其实上一把 我们应该是输了 在游戏当中的话 其实在时任局当中 狼人只需要刀三个名 就赢了 但是可能根据规则的话 可能还是判我们胜利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我的责任 带领好人走向了失败 那这一局呢 我觉得 我应该做点事情 来帮好人走向胜利 对吧 这一局三匹狼 应该是 7 8 2 278 三狼早期 这三匹狼顺着出游戏结束 先出七查杀 晚上女巫直接读 八汗跳 二号第二天直接推 我这里一张猎人牌 我强势站边五号牌 我觉得我应该没错 因为从心态学上来讲 从心理学上来讲 因为七号玩家 跟二号玩家 已经暴揽了 好吧 就是八号玩家 首先我从你这个点出发 你在井上精准地 能查杀到五号这张牌 你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验这张五号牌 没有 然后你的井会流逝 行 那我留个井会流 先九后七把旁边验了 既然你那么想验旁边 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就验旁边 而是把魔爪伸向了五号牌 这么远 聊不通 对吧 你的井会流的意图是验旁边 但是你验人 却验到了五号这么长的手 也就是说 你上井之后发现 十号不跳 那五号就是语言家 给他语言家一个查杀 让他压力很大 这也是我之前教你的 对吧 那你八号一张铁狼牌 那OK 五号牌查杀七号牌 七号牌景象呢 也很紧张 也聊爆了 七号牌的发言是什么呢 我为什么投八号呢 因为我是个平民牌 你五号发不出这查杀 你一定是个狼 对吧 对 就是你在说什么呢 你很怕自己说错 哪怕一个字 对吧 你要重复一下 对吧 来给自己打气 对 对 没爆 没爆了 过了 过了 这是你的一个心理表现 对吧 那你二号牌 你告诉我 六号牌是个平民 九号牌是个平民 十号牌是个平民 一号牌是个平民 二号牌是个平民 三号牌是个平民 我们这个局只有四个平民 你二号牌刚好这一轮 你什么都没有爆 你是一张什么身份 你急急忙忙地 向十号牌解释 我先回答一下 死号牌的位置 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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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太久了 好 有什么要留的吗 遗言 没有 好 那我们游戏进入天黑模式 让我说一下 第一局把风小狗刀了 就这样 好 天黑 起 遗言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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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人 狼人 请闭眼 欲言家 请睁眼 欲言家 请验人 昨晚你验的人事 欲言家 请闭眼 女巫 女巫 请睁眼 使用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天 亮了 经过昨天一晚 我们的八号玩家离开游戏 没有遗言 接下来请警长选择发言顺序 是八号的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 从八号的左边开始吧 好 九号 我又失败了 我是女巫 昨天晚上 我估计啊 应该是狼自爆了 因为我昨天毒的是八号 然后狼又自己把自己给抹了 对不起 我浪费了一瓶药 我 我再说 我没说完不过 然后第一个晚上 被杀的是四号 狗哥 但是呢 我把狗哥给捞起来 我 交代完了 好的 十号 十号发言 刚才九号 就算不说他是 就是把他把八号读了 我觉得八号也是自导 就在我这七八 肯定是两匹狼 然后最后一匹狼呢 我估计五号 昨天晚上应该验的是二号 对吧 如果 但是我感觉 他可能不是最后一匹狼 就我觉得三号 就是我觉得 一轮发言 包括刚才二号发言解释之后 我就觉得 他可能不像是一匹狼 倒是像 所有给你五号上票的里面 有一张倒勾狼牌 我觉得 我觉得三号有点像一张狼牌 但是我也只是 我觉得 主要是听你的验人 如果你说二号是狼 那二号就是狼 如果你说二号不是狼的话 我觉得这一轮可以 就是推三 十号这里是张名牌过了 好 一号 我来分析一下 可能这个说法 我脑洞可能有点大 我来说一下 九号你说你是个女巫是不是 然后女巫说第一次死 死的是四号 然后你把他救起来了 我可能怀疑是四号他在自刀 然后刚刚有一句话 引起了我的怀疑 让我以为四号应该是狼人 因为七号 那个死之前他说了一句话 把那个小狗哥给刀掉 然后这句话 可能深藏着有一层含义 就是以七号的智商 说出这句话 是你啥的 就是你是狼人 你是一个狼人是吧 然后四号小狗哥揭穿了你 可能是你们同伙之间 小狗哥揭穿了你 然后你就想把小狗哥刀掉 在我们面前说把小狗哥刀掉 刀掉了之后就让我们怀疑 就让我们已经放弃怀疑小狗哥 以为他不是个 肯定不是个狼人 但是小狗哥是狼人的 可能也是有的 所以说我的脑洞是比较大的 我会想到这一块 可能你们想不到吧 来 请过 好 二号 好 这样吧 就是你们都听五号运言家发言 假如他昨天验的是我二号 假如我是好人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推猜 假如我是坏人 那你们就票我 可以 反正平民就是 反正还有三个平民嘛 假如我死的话 对 三个 两个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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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三个 好 欢迎完毕 三号玩家这里只吃个平民 三号玩家这里是总会说 只是最近有点身体不适 但是相信我 我真的只吃个平民 然后我相信运言家肯定昨天晚上 把最后一匹狼验到了 如果没验到 我们就直接把一号出走就可以了 过 好 四号玩家 听运言家的 过 好 五号玩家 昨天肯定是这样的 狼那边的假的运言家肯定是自刀了 然后昨天遇到 我这个真运言家把二号给验了一下 他就是一个狼人铁狼 然后这局 因为他 我说我们把他票出去 这局就赢了 对 好 发言完毕对吧 对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都没有发言 把你们心目中的那匹狼告诉我 我都没有发言 三秒钟 考虑 三 二 一 二号 离开游戏 我们的游戏结束 其名小明或是老到我的院家了 我要叉猴子了 我这个发言从哪哪差 我不知道我哪差了 好 我们首先请我们的道具小哥 把这个身份卡收一下 那一把 那一把被打好 我都没发言 发官 我不知道我发言和状态哪差了 我感觉逻辑也是对的 咱也会说 我们的道具小哥呢 道具小哥二号 好 我们的道具小哥二号来了 七二五号再给七号一个茶茶 发官 我都没发言 你俩就必然是两个人 好 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直播 我希望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能够挨个轮流发言 这样大家才能听得清楚 首先 刚刚我们八号 蒋依文是有很多问题想问 对不对 给你这个机会 你要问谁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发言哪差了 五号在这么 我给他这么大的压力下起跳 而且发言状态 状态那么不好 他也在聊我 他没聊他的茶茶 他在聊我的一个情况下 为什么你们把票都上给他了 你要谁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随便那个人吗 随便谁来回答 我感觉我唱把唱的预言家很有主意 你问他嘛 你们还在笑 我说不要笑了 我就是预言家 然后就别笑了 你看 这就是状态 明白了吧 然后你一直又在重复 这里是全场唯一一个预言家 然后就是有刻意反复强调的这种 我发现了 就林默跟蒋依文玩狼的时候 特别喜欢动这个 这里是全场唯一一个预言家 他这个东西会 他这个东西会 我这样滑 我这样拔不就上来 我这样说话 所以我们这样拔 那我们的这个 我根本就不会玩狼人 怎么会呢 上一把 上一期 上一次的最后一把 上周五的最后一把对吧 你自爆爆得多好啊 主要是我想赌一波 以后就自爆就好了 本来聊的是 以后就自爆就好了 本来聊的是那个 我给他叉叉的 但是我想赌一波 又想来同样的套路啊 不是 当时我聊的是 我给他叉叉 但是我想赌一波 就当时只有我们三人上去 你给我叉叉 当时我想赌一波 就是你们不能把你们骗的 我就赌一波叉叉这五号 结果没赌对 然后就出局了 九号应该是第一次拿到 这个女巫的身份卡对吧 很适合你耶 这号就是女的 好玩吗 好玩 但是 我没想到他会自杀 没事啊 他也浪费了一刀 他也浪费了一刀啊 因为怎么都输了 我把你刀了 然后你再开箱把他封死 就赢了 好了 我们这一句游戏 我相信 你是恋人了 你目前的小宝贝们也是猜的就是脑汁都已经蹦出来了 不用怕 这一句我们狼人 这一句狼人是血蹦 真的吗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马上进入第三局 同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竞猜互动的环节 接下来的时间 有请我们的道具小哥 道具小哥3号 好 那么等他把这一局的身份卡发好之后 你们先不慌看 因为上一局的惩罚我们还没有进行 OK 接下来我们上一局三屁郎接下来的惩罚咯 啥呀 我真的不突然 我发不到行行不行啊 我发现都没碰到我 不是 太吓人了 我这是我挪个椅子突然啪的下来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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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时间 三秒钟我们言归正传 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三秒钟 来一下发现二位 三 这个表情 二 发现得远了 一 都确认好自己的身份了吧 OK 好 现在我们游戏正式开始 天黑 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确认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狼人 请闭眼 寓言家 请睁眼 寓言家 请验人 昨晚 你验的人是 狼人 寓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狼人 最后 冒眼 冒眼 想 其实 天亮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进入警长竞选环节 要上井的小伙伴 举手示意告诉我 3 7 8 9 好 尤其我们的3号 3号这里只是一个平民牌 然后那么上井的7 8 9中 必然就有狼 然后还有一个真的愿家 然后等会儿如果有两个愿家 跳出来的话 然后你们觉得不相信他们 然后就可以把票托给我 好吧 发言完毕 过 好 7号 好了 公布身份吧 我是个愿家 自报 第一天 好 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 好 天黑 麻烦你了 信息 昨天死 谁死了 昨天晚上 对 不好意思 昨天晚上我们的1号玩家 离开游戏 好 请灭掉女生 礼物记得救一下 天黑 请灭眼 好多 谢谢 好多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确认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女巫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昨晚死的事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她们在 天下 让她们 不愿家 经过昨天晚上的 一轮游戏 我们的7号离开游戏 没有遗言 应该是警长的 没有警长 报了呀 你报了对吧 好 现在从我们8号开始发言 刚刚8号这边一张平面牌 刚刚我在想 为什么代表会为自报 然后7号预言家也死了 那就作成了7号 是个真预言家是吧 他是个真预言家 那9号刚刚也上警了 我也上警了 我这边自报一个平民 然后大表哥是没上警的 躺下的一个狼人 9号这必然是一个 要跟7号汗跳的一个预言家牌 但是10号知道 9号是跳不过这个7号的 所以他自报为了保这个9号 虽然我觉得我这逻辑 好像有点不对 但感觉大表哥的心目历史 应该就是这样 就想保这张9号牌 因为7号牌 因为7号牌 当那个预言家的时候 我没看到过 没有狼人跳过他 然后就怕这个9号起跳的时候 跳不过这个7号 然后就自报保持这张9号牌 然后晚上把这张7号牌给刀掉 反正这是我分析出来的 像现在9号已经被我打住狼坑了 就这样 然后剩下的狼应该在 2到5里面出一狼吧 就这样 过 好 发言完毕 9号 首先我是个贫民 我说过了 我要是狼人的话 我绝对上来自己先自报 怎么会给别人机会先自报呢 那既然狼人已经把这个预言家杀了 然后你又听出来说自己是贫民 然后毛头指向我 咱们俩谁是狼人自己是你最清楚的 我投8号过 好 2号 我觉得7号跟8号 7号跟8号是有嫌疑的 因为怎么说呢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有可能 我一开始是以为8号是狼 因为怎么说 因为7号 他说他是自己是预言家的话 假如8号再跳预言家 那我不计是 因为这一轮有两狼上紧 不可能一狼上紧 10号上紧的话 不可能他直接自报 对吧 所以我觉得7 8里面必出一狼 假如7死的话 那8应该就是一狼 对 而且8号他刚刚说的时候 他说2到5之间必出一狼 那你怎么就能确定6号不是狼呢 而且狼在我们2到5之间 是有一批狼 谢谢 过 好 3号 3号这里 是一个平民牌 然后呢 我相信7号是一个针对院家 然后9号呢 他都说了 他自己如果是狼的话 肯定会自保 我觉得 大家都是成年人的话 也不会搞这种道德 没道德底线的事 对吧 然后我就相信他 肯定也是个平民 然后是个好人 那这里的话 就只有8号牌有问题了 因为我这里也是个平民 那么8号牌 他肯定有问题 而且他发言的那些逻辑 他攻击了对象2到5 2 3 4 5 攻击了4个人 如果7不是真预言家的话 那接下来就请真预言家 跳出来好吧 好 过 好 如果7不是 反正我不是预言家 对吧 我认其是预言家 因为他死了嘛 他毕竟吃刀嘛 对吧 要不狼抱了 知道 你告诉我 是吧 所以说 8 9出狼的话 我觉得9更像吧 成年人才会骗人 对吧 还有你什么时候成年了 不是 他成年人是个什么意思 我一下愣了呀 对吧 我一下就愣了 你这个心路历程编的 我不太相信 好吧 这3号牌有点奇怪 我觉得9号牌 像一张狼牌 就我跟你们复述一下 9号牌的发言吧 对吧 9号牌是这么说的 我说了 我是个狼 我就自爆了 怎么会让别人 抢在我先面 意思就 大表哥 你这个人真的不够仗义 你不是说好我先报的吗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责怪一下 所以我觉得9号 可能比8号要有点问题 因为8号有点 就是比较抑正延迟 8号发言的时候也是 而且8号还敢打 这个2号跟5号 2号 5号话都没讲呢 你就打人家 我觉得你胆子很大 对吧 那就是我们现在 就如果待会5号 你是预言家的话 那就再盘嘛 以现在目前的激发点 就出发点来出发 基准点 就是7号是预言家 那么我希望 就是下预言家走了 女巫和猎人 如果有个在场 可以出来带队 就是猎人最好 因为猎人带枪嘛 猎人可以出来带队 对吧 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我觉得今天 8号9号里出 我更偏向9号排 这个成年人才会骗人 对吧 这个我是这么觉得 当然你们觉得 8号有问题 目前我是听不出来 好吧 因为我觉得8号分析的 有道理 过了 好 我这里呢 5号玩家 我这里只是个普通村 让你们失望了 然后 其实我就是更觉得 8号是狼人 因为他当时 他们上井的时候 7号跟8号都要当选 7号他说他是预言家的时候 然后当时 8号也举了手的嘛 然后当时大表哥都炸了 要不然他自爆了 然后我就感觉 可能是狼队 他们没有商量好 自己的套路 大表哥就直接爆炸了 然后 展英文这边 明明要看挑预言家的 他最后只有说 自己是个好人 然后他凭什么说 我们2到5是狼人呢 而且为什么 2到5当中只有一个狼人 对吧 2到5当中只有一个狼人 还有6号呢 6号他也没有说话 我们全都没有说话 你凭什么说 我们2到5之间 有一个狼人 而且6号还没有说话 你也没有加6 就我们2到5 对吧 所以我觉得8号 是很大的嫌疑 翻译完毕 好 6号 我现在特别的混乱 感觉本来是 8号是狼 但是听了小狗哥的话 感觉就像9号 因为果然 我也被大人欺骗过嘛 对不对 然后9号说他 反正他说如果是狼的话 他就立刻自爆 他狼的话 他怎么会这么傻自爆呢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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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毕 好 翻译完毕 接下来三秒钟的考虑时间 告诉我谁是狼人 报了 10号报了 10号已经报了 我还没投呢 我不是伸个手 要倒数的 好 3 2 1 1 1 2 3 4 9号 1 2 3 9比4比3 9号 好 9号 4比3 9号 对 请灭掉你前排的灯 你没投放 有什么想说的 当然了 想说的特别多 强盗逻辑 是的 成年人是有人爱撒谎的 但我觉得是个特别老实的人 如果说我拿到狼牌 我会自爆 我一定会 拿到 我就直接甩了 因为可能跟你们也不熟 你们不了解我的性格 我为什么说我拿到狼牌自爆 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特别大的坑 我真的会坑队友 还不如就自己先放弃了 我真的是一个平民 你们如果相信我的话 下一轮一定带他走 然后我现在开始怀疑狗哥 还有我们这个池同学 你们两个 为什么狗哥为了不来咬我 而且真的是强盗逻辑 你为什么说大人就一定会撒谎呢 大人一定会骗人不说实话呢 对不对 又诚实的大人 又善良的大人呀 这还是直播 对呀 有多少大人看着呢 对不对 好了 没有交流 没有交流 翻译完毕吗 然后他马上就跟票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大家已经相处了三个星期了 那我这个人从来 你看我拿到狼人牌 我不会撒谎 我都挂相的 那我怎么可能 这个时候我突然这么 义正言辞的我就能给自己掰票 我是个狼人 然后我还能演示得这么好呢 不可能的 相信我带他走吧 还有这两个人 你们考虑吧 过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游戏继续 天黑 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确认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 请验人 预言家 昨晚你验的人是 预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昨晚死的是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天亮了 昨晚我们的二号玩家 离开游戏 没有预言 现在 从八号开始发言 我就跟你们聊一点逻辑 但凡我是一个狼 在我一个狼队友自炮之后 常常直升两堂狼的情况下 我一个狼 如果我是狼的话 我出来跟你们裸送 我敢怼你们二到五号吗 你们四个人怼我一个 那就证明了我是个狼 唯一条狼出来裸送 就这么简单一个逻辑 然后四号玩家 我现在是认他是一个好人身份的 虽然我是个平民 我也怼不动谁 四号玩家是绝对性的 上次 然后上次投票挂我的是三和五号 你们 我先给你三号丢个水包 三号表情很抑制的奇怪 我先给你丢个水包 就这样过 好 六号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现在很混乱反正 怎么说 我过吧 五号 五号 感觉 我感觉四号也有点 四号有点奇怪 我感觉九号应该就是好人的 我搞不懂为什么你们要把九号给票走 八号的话 可能也是皮狼 所以我决定 这把先把 我自己觉得应该把八号 八号先票走 然后一人家也没有了 我这也是个平民牌 好 我不知道说什么 过吧 好 四号玩家 就是四号先说一下 四号也是一个成年人 我没有说成年人很会撒谎 我是说成年人会撒谎 成年人会干出这些事情来 而且你立了一个flag在那里 不可能相信你的 对吧 我只能通过分析觉得你像个狼 那这一轮起来是二号玩家死亡 二号玩家上一轮投的是谁呢 投的是九号 对吧 二号投的是九号 麻烦记住 投九号的人死在了夜里 那你告诉我 九号是不是一个狼 对吧 就是他跟九号是一个对立面 狼人杀的是投九号的人 你懂这个意思吗 那八号一定是一张好身份牌 这一轮只有三六的轮次 要么出三 要么出六 你这个时候还出八 没有意义了 明白吗 八号一定是个好人 我跟八号不共编的 你别认我好人 好吧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 我凶起来连我自己都害怕 好吧 就是应该的话 我都说了 要是有这个神在场的话 可以起来带队 局势会更明了一点 六号牌隐隐像一张神牌 对吧 因为六号牌 他不敢站错边 他怕输 很担心会输掉这场比赛 这是六号牌的心路历程 所以他像一张神牌 因为平民拿牌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负担 我就是个平民 我闭眼 我啥也不懂 对吧 我分别预言家出就行了 但是六号牌有点慌 你就是一张平民视角的那种感觉 但六号牌就不像了 好吧 那我这轮听三号的发言吧 那三号要是发言很好的话 那我真是找不出最后一篮来 那只能是那张八号牌 除非我上一轮把九号出错了 对吧 把九号出错了 那我觉得八号牌 而且九号牌遗言的时候 确实挺有感情的 对吧 你别看我笑好吗 别看我笑 这个听发言吧 听发言吧 过了 好 三号玩家 这局其实很崩溃 因为这个形势来说的话 其实已经算是狼人赢了 但是我就给你们这么说吧 三八就是两匹狼 我就是一个猎人 三八就是两匹狼 三八就是两匹狼 四八就是两匹狼 听我说 怎么说呢 上一局我们就应该先把八头走 然后直接让我带走这个丝毫 然后其实游戏就已经结束了 但是现在到了这个局面 其实已经算是 我们好人其实已经算是输了 终于找到了 报 好 天黑 狼 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选择你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请确认你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睁眼 女巫昨晚死的是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三号玩家 离开游戏 请灭掉我们的前排的灯 然后我们的游戏结束 我们的狼人获胜 首先你们自己来告诉一下 哪三匹狼 自己举手示意一下 举手示意一下 我就说二到五里面有一狼 二跟五没有狼 二跟五没狼 现在二到五 他们两个高手到一起去了 我整个节奏 你们警长竞选的时候 为什么会突然就自爆掉 我让他爆掉 因为那只有一个 对 而且我们夜里的安排 就是这个安排 而且我们狼人其实都没有上警 然后那儿说 只要他说到狱 那就是狱言家 然后就可以报了 然后他们还会互相猜疑一下 其实你应该想 就是肯定后面 如果有狼的话 我就不报了 如果上警有狼的话 我就不报了 就你俩这个也 你可以保他一手 好了 我们这样 我们错了 并该是虾 这样的 我们首先 提名和神明来接受一下惩罚 然后呢 我要请我的导播告诉我 我们这一期节目的 这个获胜的 积分最多的两位 也就是我们的游戏网线那两位 好 那接下来 展一维你刚刚有什么要说的 我是没有懂为什么 有什么要问的 对 你说 为什么二合 你们二三五一直咬着我 我觉得我逻辑没错 二三五 好 从二号 你为什么咬我们八号 因为他们十号狼的那个 他们自己的对策 就让我们怀疑七八九里面 没有就是有狼 我跟你解释 是这样子的 十号玩家自爆 他没在井上 我们现在认为 井上肯定是一个预言加一个狼 对吧 那七号玩家是预言加认了 并且死在夜里 他应该是个预言加吧 那你八九号是不是有一个 要汗跳的 对吧 那大家就会怀疑你八号跟九号 而且九号有个flag 说我要是狼就自爆了 所以你八号重点成了怀疑对象 不是你发言不好 而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自然而然地站到了狼坑里面 因为狼人没有上井嘛 所以是 没有上井 安排 所以就是 大家有定套路吧 狼人肯定会上井叛跳 然后我们这一局的女巫 是我们的一号对不对 你知道自己死的时候 又不能救你 当时怎么想的 随便指一个好了 我在想 应该随便指一个 我每次当神明 都是被第一个刀掉 当原家不信我 上来就把我干掉 当女巫 天哪 也把我干掉 我就想问狼人一个问题 当时准备杀我的时候 你们在想什么 为什么要杀了我 你们在想什么 应该是我指的刀吧 因为磁翼 就刚才那把是磁翼先指的 刀很准 真的 磁翼是刀二号 磁翼想刀落落对吧 磁翼给我指的是二号 然后我看了一下大宝哥 大宝哥好像刀一 然后我自己想 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这个确实聊得 每次聊得都很好 就是他是一个名种 是就是推不出去这个人 没有办法把他打成一个扛推位 我就想要不把这个人刀了 这个是我的最初一开始 一瞬间的想法 没事你就不要说 当原家的时候 你说我不是 你说我不是原家 说我是狼人 把我干掉了 对对对 现在我是女巫 也是你把我干掉了 好了 好了 在我们这一局比赛里面 有两个神明被刀掉了 对不对 我们的一号 还有我们的七号 对不对 七号 七号 我一哭不累 我第一碗 其实我演的是耻翼 其实就是一个狼 结果他在我说他之前 就爆掉了 爆得太好了 他爆得太快了 下次我就没有 或许去吸 扎尿牛肉丸 好了 接下来的事情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这个 本期的游戏王出来了 他的分别是 四号 十号 所以呢 我刚刚为什么会特意提到 我们两个在这一局比赛里面 被刀掉的神明 也就是我们的一号和七号 因为给两个哥哥 颁发这个勋章的责任 我会交给你们 来四位 到我们舞台中央来 好 没气候没了 他这个不上去 这个还可以 他的交叉 以德抱怨 他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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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话都不错 来 他们的中间 包大了 好 首先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来给我们两位 那个颁奖 一文 三个 好厉害 果然是高级玩家 往前 往前一点 往灯光 来 你是第一次得到这个 天啊 那我给钱已经框上了 好变变 都三次了 下次我肯定不能吃饱了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们的两个得奖的 我就不问了 两个颁奖嘉宾 有什么感想吗 我想说 我觉得拿到手上的时候呢 就那么一秒钟 觉得自己是个游戏王 下一秒就觉得自己 好费啊 下一次我们再努力好不好 好啊 我们一号玩家呢 我下一次不当你了 对啊 我下次说 老人给我一点出情率好不好 我真的不想被守刀了 好了 好了 那么 今天我们大表哥是第一次 获得这个称号对吧 说一下感受 就今天基本靠躺嘛 而且今天话比较少 今天感觉有点 身体有点不好 所以话比较少 然后但是我觉得花嫂 好像比较好赢一点 就省着总比别人 打成焦点牌 今天也不浪 就赢了 好 那我们请三次 获得殊荣的小狗哥 来总结一下我们这期节目 然后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 好 就是 就是刚开始 没玩得特别好 对不起 对不起各位好人 对吧 还站错边 我还号称不站错边的人 对不起大家 然后都玩得蛮好的 我觉得特别 就我目前来看 就这个星期 一直我觉得又有进步的 就是展英文 就进步真的特别特别大 因为在展英文 他是从逻辑出发的 他并不是说 我觉得谁像狼 谁像狼 他是从逻辑出发来 把别人是打成一只狼的 这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已经接轨了 已经跟狼杀接轨了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要在我们这个 摄格吧 应该是你们那个 对 当中跟大家说再见 然后前几期你们都不放开跳 这次我一定要怼着你们跳 你们不跳我就一直不喊 我就不喊他 我就不 来来来 跳起来 不我 来来来 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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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了 跳哟 跳 isto 跳躍吧 跳躍 跳躍 ler 跳躅 跳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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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巴勒